新疆队给维德开出大合同 比如前新疆队外员布莱切 在其社交账号上报到了此事 在一张生存热火父虎求医的维德照片上写道 CBA新疆队给维德提供了超大合同 有一个账号名为Be Extraordinary的人爱他布莱切 并写道告诉他维德不要去 布莱切则回复说 哈哈他最好别去 布莱切从2014到2015赛季开始来的CBA的新疆队打球 虽然他是新疆队首夺总冠军的功勋 但是三年来与球队的关系 总是十二缓和十二紧张 与李秋平教练也有过摩擦 上个赛季 新疆队作为未免冠军走的磕磕磕磕磕 最终紧名略常规赛地肉 且季后在首轮就被淘汰 与布莱切的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严重下滑有着巨大的关系 整个赛季布莱切是为新疆队打了九场比赛 在合同的期后 显然双方缘分已尽 据悉新疆队找到了埃尔杰弗森作为新赛季的大外援人选 而小外援方面 球队也还没有决定 是否与过去两个赛季表现出色的达比尔斯亚当斯是一 而此时维德来到中国出席赞助商 活动 随即就传出了新疆队与其接触的消息 维德本人对此并没有否认 只是表示将在回到美国后的决定是否征战NBA 无望初中